2024年7月29号 我们借着女儿出差到巴塞罗纳的机会 临时起义来了一趟欧洲之行 因为是凌晨的飞机 我们晚上提前了三个小时到达机场 在贵宾休息室 这里比想象中的人多 食物有关 但能够提供一个供我们休息 放空的地方也就可以了 航班因为机械故障的原因 比原定起飞的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 因为要飞行13个半小时 几天前在国泰网站 并发现有商务舱车 但是上了飞机才发现原来商务舱车 只是被卖光了 很久没有做国际航班 这次发现国泰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空少比空尽多 另外一个就是食物的刀叉又变回 很久之前的金属材质 我们提前定了紧急出口这一排的座位 让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 双脚可以有更宽松的位置 在行李提取大提 刚好直播奥运游泳比赛向往 我看了七年 八足比赛看不到一个中国运动 才知道在澳门看的是中国人的奥运 在国外只能看外国人的奥运 长期在不同的视野下将形成不同的世界观 出了机场大厅 马上能感觉到巴塞罗那的热门 不过太好了 先生不太怕 沿途看到了在欧洲常见的晴朗天空 巴塞罗那是个海港城市 沿途看见两艘巨大的油轮 心里在想为什么西方人 总比我们有更多的享受生活的机会 途经哥伦布纪念碑 这是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后 返回到西班牙落脚的地方 在巴塞罗那我们没有租车 所以就租了一个靠近市中心的酒店 可以步行到毕加索博物馆 巴塞罗那主教堂 和巴塞罗那凯旋门等一些必去的旅游景点 前台的服务人员非常有耐心 态度也很好 按我们的要求 安排的两个临街的顶楼房间 这个酒店按国内或者澳门标准 但是我选它的原因是 这酒店顶楼有个天顶的游泳 女儿是喜欢游泳的 我要的是一个能够放无人机的地方 房间不大 但也够用了 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这个房间有个阳台 这是我见过最小最窄的一个阳台 不过放眼望去 所有的阳台都是这个样子 阳台下面就是对着酒店正门的街道 有很多游客穿行在这狭窄的街道上 鸽子在其间飞来飞 放下行李后 我们就出来找吃中午饭的地方 发现波塞罗那确实是个旅游场 到处都是游客和卖各种纪念品的小商店 街道里还藏着各式各样的小型的服务馆 不远处找到一家餐馆 毋庸置疑这附近都只有西餐 华人的餐馆暂时还没发现 餐费没想象中的贵 午餐后才买了几个冰淇淋做消水汁 然后我们就静止去了加泰隆尼亚广场 加泰隆尼亚广场是市中心旧城区的一个大型广场 树条重要街道交汇于此 以攀泉和雕塑工程并聚集许多鸽子 鸭馆开 大型广场是在新闻的地方 市场的中间 当鸭区的金星 鸭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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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城区随处可见几百年前修建的哥德式建筑 见证着当年的繁荣新荣耀 路过米拉之家 很多人来此打卡 米拉之家是加泰和米亚现代主义建筑的高地的代谢 女儿不知在哪找来的一间餐厅也很有格料 这看见了吗 1,2,3,3,3,4,5,3,4,5,4,5,8,5,5,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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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8,5,1 晚餐后回酒店途中 遇到巴塞罗那主教堂 沿途见到很多穿着清凉的姑娘们 才想起自己身处西班牙 他们不就是传说中西班牙人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